哇 哇 你看这软烂的程度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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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现在在东北的大连海边 在大连我们也找到了一家啊 就找到了一家 带炉子的美食延续烤肉 我们一起去测评一下 哇 也太美了 什么玩意儿 哈哈哈哈 哎 你好 我们订了一块那个牛奶 哎 好好 它一进来直接是一个民饱啊 这个感觉还不错 炉子是有粒式的和横式的 这个温度是不到100度 就是你每天都烤嘛 每天都烤 哇 这个是一天的量你们 对对对 上面是什么 用力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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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么小的 我没有大有小 哇 猪类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手自煮肉 这个火是管这两个炉子的 然后这边是里面有一个单独的放碳 放木头的那个一个区域 然后一边从这边排 这边是从这边排 然后整个炉子是一个逆风炉子 第二步我们看一下木头 那么木头这么大的 这什么木头 这个是枣木 枣木 枣木也蛮少见的 黑山用的是枣木 对 因为河北嘛 河北就是这个 你们是河北拿来的 对 这个是枣木 枣木看起来特别大 特别厚 这个牛泪 这用的什么级别 这份多少钱 摆下来 七毛钱一克 七毛钱一克 对 这还是牛胸也是澳洲的吗 对 这是澳洲的 这个汁水够了 我觉得OK 牛胸是六毛钱一克 六毛钱 不错 不错 但我感觉烤的可能温度有点高 我是故意烤得烂不一点 我估计300克这一块 才190 可以 装点汁 这个扫把挺专业的 今天点了一份恐龙骨鹅 一片牛胸肉 到哪儿喝哪儿的酒 春凉式的 高粱大麦万豆 先跟观众老爷们先来一口 哇 香 它们酱也有四种 这样放的酱 一般来说还是期待一下 你看这个点是没浇到的 还是稍微有点干 浇上汁之后 我觉得是可以救一救的 烟心圈看起来也是很厚的 那么第一口来跟观众老爷们一起 超好吃 全对 烟心味好好浓 而且它入味也够 肥瘦程度我觉得也刚刚好 它浇的汁拉回来一点 它的剑果酱做的颜色是很深的 不是黄色 酸黄瓜加蒜 一口焖 爽 这个是目前见过比较小的牛肋 虽然这么小 肉这么一点点 它还是短的 我太喜欢这种状态了 你看这个软烂程度 这家店我的评价就是烟心味够足 你这个烟心的日常也是这样的吗 还是 对我们都按照这个运气来 我们本人就是吃 啊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保重的 我们的团队在一起都很少 不都二十年就差不多了 啊 对我们在一起 在这间工作 我们目前吃过好吃的店 基本上有个核心点 就是老板是亲与亲为的 这种是基础的一个要求吧 哇这个薯条怎么这样的 这个薯条不少 三十分钟以多 啊这么神奇吗 没进过这么细的薯条 嗯确实不错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厚实 哇 没烧烤 嗯 你猜为什么团圆吗 它有点酸的味道 烧烤酱的酸来自拿的 啊 比我错 确实比较简单 嗯 啊 白鸡酱我们尝一下 这个我轻一点 觉得不太行 嗯 吃不到那白鸡酱 白鸡酱 让肉变得更腻了 白鸡酱给你喝完 哇 舒服 今天喝这点结束了 最后啊 这个肉是轻轻松松的 可以完全撕烂 来一点牛肋 洋葱圈 酸黄瓜 灵魂大蒜 汉堡不加酱 咱也没有吃 这面猫一看就很棒 来一小口啊 嗯 这面倒一个空气感 再加上酱 再加这个烟腥味 这边汉堡多少钱 168 我直接怒神168 我干了 你们随意啊 舒服 今天消费是940块钱啊 然后老板打了个蛇 是752 反正你们也刷不到这儿 我就畅所欲言了 这家店我们的评价是 目前吃到过烟熏味 是国内算很高的 因为大部分的店的烟熏味是不够的 这家店的肉多支程度会略微下降 因为这个一定是翘翘板 好在他用的肉还可以 整体来说这家店我觉得可以达到90分 甚至到95分 下一条视频你们想看我测评哪个城市的烟熟烤 可以订阅去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